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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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千山萬歲寂寞紅塵 尋找那個有緣人 我已習慣在往事中藏身 我的心如止水無火無溫 但是追滿了傷痕 沒有人願做揮霍青春的人 你就是我全世的愛人 等待今天與我靠近 熟醒的眼神可以問 不用說也不用問 你就是我永遠的愛人 等待今天與我相認 註定的時間和緣分 共度一生永不分 走過千山萬歲寂寞紅塵 尋找那個有緣人 我已習慣在往事中藏身 我的心如止水無火無溫 但是追滿了傷痕 不是總瓢霸子就是麻辣霸子 對 麻辣霸子 我是正一門的麻辣霸子 你別自作聰明了好不好 好 待會兒穿了幫 看你怎麼辦 我根本沒有答應過你們要假扮沈玉門 本來就是你們自己一廂情願的 你還說 你還騙我當什麼武力盟主可以錦衣玉食 想不不清 這幾天我受盡多少苦 差點連小命都保不住了 我再也不聽你們的屁話了 大哥 怎麼跟水仙丫頭生起氣了 這丫頭我不要了 誰要誰拿去 大哥 你說這是不是假的 你不要我帶回家了 大哥 你怎麼可以說不要就不要呢 再怎麼說水仙這丫頭 畢竟是從大嫂房裡撥出來給您的 什麼大嫂 大嫂 這是你的老婆 什麼 我有老婆 我有老婆 你有一個老婆 為什麼你不早講 我 我怕你不答應嗎 漂不漂亮 漂亮 漂亮 非常漂亮 好吧 武力盟主 我當了 你長不長 長 要細不細 細 結婚多久了 七年了 七年了 現在他叫我來接手 武力盟主我不當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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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怎麼了 病重 病重 七年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有時候我可以幫忙的 你告訴我 不是 是 死 你 死 你 是 怎么办 你们楼主没来 孙上香 对付你还需要我们楼主亲自出马吗 好大的口气 大爷 你别乱跑好不好 打死我都不跑了 为什么到处都有人要杀我 你不要护着大哥 二哥 这些个家伙呢 紧巴亏天 你看该怎么办才好呢 三弟 若是快见楼主来的话 我还祭奠他三分 但是这些狐群狗挡 哪有资格跟咱们哥俩说话呢 程警太 你正你们只鼓得住一些小无赖 给我们摆什么谱 好个兔崽子 我这刀要砍你脑门正中 你要是招架得住的话 我程警太从此退出江湖 你准备好了吗 程警太 你别放臭屁 程警太 你的本领就只有这样 没错 没错 就是这样 太可笑了吧 怎么 你们也会怕 真是不简单 又要死人了 快叫他们不要打了 大爷 既然你已经是武林盟主 就应该习惯这样打打杀烧 你这么大惊小怪的 成何体统 难道非打不可吗 大家坐下来喝杯茶 好好谈谈就不能解决问题吗 大爷 如果你再这么天真 你早就没命了 这什么话 你们的盟主还不是早就没命了吗 对付这群小杂嘴 还就这么喘 二哥 看来我是最近花丛肉太多了 三弟 此时此刻 我看还是先渡江要紧 要是等七楼的主力人马赶到了 到时候要走恐怕就难漏 二哥 这眼你放心 飞船队马上就要到了 等咱们一上船 就算陈世元亲自赶来 也只有干瞪眼的份 你们几个 把他们给我带上来 走 二哥 二哥 跪下 青衣楼的人果然骨头硬 难道你们不怕死 要啥要瓦西亭蹲变 等你住一下眉头就不是好汉 哦 这样 你不要再乱杀人了搞不好 大哥你胡说什么啊你啊 你们已经把他们给抓住了 何必还要把他们杀死呢 大哥大哥 先别动动 你的意思如何 把他们的武器给缴线 人放掉就好了吗 放掉 对啊 对啊 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杀人不眨眼呢 何必 何必 大哥真的疯了 是啊 大哥他一向都不留活口 怎么 不理他 咱们照规矩办事 前面已经有了一个榜样了 怎么 你还不下跪吗 你这个龙王门的杂碎 我死得高兴 我会在皇陵路上等你算账的 我成全你 大哥他到底怎么了 ,孟小鹏 你别这么一直穷扎我好不好 太杂忍 小鹏 我也看不过你这种做法 这就是江湖人的行事作风 你一定要习惯 乖 别怕 我们会保护你的 乖 最后一个了 爬过来 你想跟我来硬的 总算有个事像的 你比他们聪明多了 你比他们聪明多了 孙大爷扰命 小人愿功驱策 真的吗 你真的愿意背叛青衣楼吗 青衣楼万恶不赦 我早就不想当他们的部署了 可惜啊 可惜 可惜什么 这人 这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品格 就是忠诚 如果一个人面临生死关头 就轻易辩解投靠敌人的话 这种人 留在世上也没什么用 今天你会背叛你的老大 我可不希望留着你明天来背叛我 我探紧投降了 把人被你带上来 是 你是谁 小梦 是我 你师父 扬州一品鞠的杜老刀啊 放肆 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盟主 谁敢跟我攀青带过 盟主饶命 盟主饶命 盟主 盟主从不饶人命 不杀人就不是盟主 只有一个字 杀盘 哈哈哈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呢 我的身体呢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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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我梦前 我把我师父给砍 砍死了 真的是尽竹者之 寂寞真黑 这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我们已经过疆了 正在回精灵的途中啊 真的要去选家 我该算了吧 我不是那盟主的量 哎 当盟主很简单 我们教你 你就会了 是啊 不行 我学不会的 也不会学 学你们乱杀人 你们这算好人 跟那些坏人有什么分别 大爷 这是以暴制暴 当今天下 如果还要谈什么仁义道德 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啊 反正啊 我不管嘛 我不要当盟主 我不要 我要回家 回我自己的家 回家 回家 停车 大哥 此去离精灵路程已经不远了 我想这一路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这就回洛阳调齐正义门的人马 到时候再来精灵和大哥会合并肩作战 随便哪 大哥 都保重 三弟 你辛苦 我先走了 二哥慢走 龙二爷 一波云天 真是古今罕见 怎么停下来了 还有两个时辰就到梅觉岭了 大哥 咱们赶路吧 大爷他 他肚子疼了 孙三爷 您先走 我们随后赶上 这 也行 臭小子 今天我把话给你说明了 你要是不想假扮我们家大爷 我就叫你马上死在这里 你不要乱来 你怎么可以被人家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谁叫你好讲不通 歹讲不通 难道咱们对你下跪不成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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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为操生着想 万一身一楼细卷武林 多少人要加坡人亡 对啊 覆巢之下没有那个蛋 到时候大家都要完蛋的 你们摸不完蛋关我什么事情 好人要吃饭 坏人也要吃饭 总不会把我这个厨子驣去杀掉 更何况 你们这些所有好人跟坏人根本没什么两样 我希望是杀了你 孟公子 我求你再想一想 为了正义 为了宫里 为了整个武林的前途 你一定要受点委屈 放开 但是你要知道 有我们在你身边护着你 你一定不会受到伤害的 这边你可得要相信我 就是啊 尤其当你回到了精灵神府之后 有谁能又有谁敢欺负你 对啊 你的菜做得这么好吃 谁敢欺负你 我第一个就跟他拼命 那我还有第二条路走吗 没有 那第三条呢 那还说什么 反正我已经是代赞的羔羊了 兼巢 主杂 戏听 尊便 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 怎么那么命苦 那就赶快走 赶快回府里去 人的夜长梦多 走啊 起来吧 走啊 来 好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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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皇宫 还是我家 大爷 这是您家 你都忘了 大爷 那就行吧 谁见 稍等一会 大爷 水星姑娘 我问你 我家里除了我老婆之外 还有什么人 你还有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弟弟 是啊 你的弟弟他叫做沈玉虎 我的老婆叫 严 严西凤 我老婆叫沈玉虎 我的弟弟叫 我老婆叫严西凤 我弟弟叫沈玉虎 很好 你没记错 还有什么吗 没有了 你爹呢 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你娘 在你二十四岁的时候 也已经失踪了 我娘失踪了 嗯 玉娘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妇人 但是就在八年前忽然失踪了 直到今天都还没探出个下落 我们认为她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我看我才是凶多吉少了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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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真不幸 二爷 二爷 您说笑了 该说我弟弟 怎么这么老 我一点都没说笑 这几天你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天天烧香拜佛 祈祷你死的外面 永远都不要回来 你这个弟弟也真是的 有时候我真想揍他一顿 怎么搞的 他是我亲弟弟 以后有空我再告诉你好了 大爷 您身体尚未复原 还是早点回方歇着跑 是啊 大哥 你不必招呼我了 反正神福 我来又不是一回两回的了 是吧 那你还不走 是 三爷 这回多亏你鼎力相助 我叫大爷才能够化醒为夷 我看这七一楼的人很快就会找上门来 还要请三爷留下多多帮忙 那是当然 义不容辞 我手下的人马就叫他们驻杂在外面 至于我呢 就住我常住的东乡房吧 好 三爷这边请 你这样下去不行 总不能叫我一辈子当另外一个人 大爷 大爷请喝茶 水仙姐姐 大爷 我是你的丫鬟 你怎么能叫我姐姐呢 好吧 水仙丫头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这个盟主到底要当到什么时候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总要等把七一楼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万一解决不了 你不是要我一辈子待在这里吧 一辈子待在这里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好啊 有什么好啊 有把这里当成我自己的家吗 可是一点家的味道都没有啊 家的味道 大爷的意思是 我在扬州的时候 我在扬州的时候 虽然穷 可是老板对我好 师父杜老刀也很疼我 替我租了一间小房子住 也只有我一个人住 等我每天晚上回到家 从而言之后 从而言之后 很温暖的感觉 因为那是我自己的窝 有我的味道 我的味道 在那里就像我睡三天三夜 我呢 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懂不懂 我懂 自己的味道嘛 就像公狗都会在自己地盘的周围撒尿 所以就有自己的味道了 对不对 大爷 你只是还不习惯这里而已 等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你就会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可是这卧房 不是说就是刺画 全都是些冷冰冰的东西 一点都不像睡觉的地方 你叫我怎么习惯 孟小花 从现在起 你就要去了解一个天下奇才的内心状况 我有内心 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看 这儿有幅对联 上面写着欲跨金贝荡群妖 直闯水贡做龙王 从里头的意思 你就应该可以感觉得到 一个武林盟主 雄魂磅驳的气势 以及舍我其谁强烈的企图性 嗯 感觉得到 他要当龙王吗 难怪的淹死在水里 孟小花 你需要好好调教 我会想办法让你成才的 大爷 你把石宗冠给惹火了 我管他那么多 我只知道我累死了 拜托 赶快带我去我的卧房吧 大爷 其实这里是您的书房 也是您的卧房 不会吧 沈渔门干嘛要睡在自己的书房里 因为他跟他夫人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走 好 水仙 水仙 真是怪事 沈渔门这么爱看书 这么爱写字 我呢 连大字都不是一个 人家文武双全 我呢 是半全也不全 这不是一下子就被人家给戳破了吗 怎么办 弟弟你好 我 莫名其妙 这是当蒙猪以来最值得的一刻啊 夫人 水仙 老爷回来了 是 听说他伤得很严重 大爷的外伤都已经痊愈了 但是脑袋却伤得很严重 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武功也没了 怎么会这样呢 武林从此 永无宁日了 水仙丫头见了他 怎么跟见到老虎一样 大爷现在人在哪儿 在书房歇着呢 嗯 夫人 待会要不要请大爷过来跟夫人一块用餐呢 不用了 我想他也不愿意过来 夫人 大爷这次回来 他其实 好了 你下去吧 是 谁 什么人 妙子 你刚才在房外干什么 看你洗澡 我只是想跟你说 我回来了 莫名其妙 大爷的身子还很虚弱 最好能弄些大补的菜 没问题 灵芝鱼翅 百年人参炖老母鸡 天山雪莲炖蹄蹄 怎么样 您看够不够 还有 大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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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造 好造 果然是豪门巨富 光看这造的气派就不同凡响 真的是好造 好大的瓮 好 这是哪个窑烧出来的瓮啊 大爷 这是光星窑 最上等的货色 已经有上百年了 光星窑 难怪 那的东西贵得不得了啊 大爷您 您挺试货的 你一定是马五叔了吧 您说你的菜烧得不错 大爷 大爷 这次回来犯了个爱开玩笑的毛病 常常弄的大家伙提笑皆非的 是这样 鱼翅 老母鸡蹄膀 痘得我手都痒了 我大显身手 简直是辜负了我十年所学嘛 你看看 大爷 内伤又复发了 对不对 走走走 快回房接着 大爷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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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你以后不要进奖协会传帮的话好不好 我不可能每天跟在你屁股后面帮你演示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盖到厨房就忍不住 我兴奋呢 拜托你 一定要忍住 你要知道沈云门这辈子从来就没有进过厨房 你以后不能来了 你知道吗 否则会被人看笑话 我是来找你的 怎么事 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我老婆是不是有点怪 岂止是怪 可怪大了 怎么回事 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我怎么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我怎么面对我老婆 那还不容易 就不要面对 我告诉你 陈大爷过去四五年来 从来就没进过夫人的房间 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一年见不到一次面 讲不上半句话 怎么会这样呢 那我怎么办 我也向他尿一支继续下去 这样最好了 否则日子久了 会被他看破的 我知道怎么样了 我知道了 我们干脆把真相告诉他 万万不能 我告诉你 夫人精明强悍 而且府里很多人怀疑 她嫁到神府来是另有图谋 另有图谋 对 说不定大爷就是对她起了疑心 才会对她有所防范 不会吧 我看我老婆这个人蛮好的 而且身材又怎么 你不可以色弥心窍 说不定夫人是七一楼派来的奸细 不会吧 还有一件事 水仙跟牡丹 当初都是跟着夫人陪嫁过来的 后来被派到大爷身边 说不定就是来监视大爷的 不会吧 所以说 这两个丫头 你要特别的提防一点 千万不要对她们讲真话 懂了吧 这个家怎么这么怪 我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神府的利益着想 我对神府一向是忠心耿耿 所以你可以放心 我不会害你的 以后你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 我包准你平安过关 天天享福 是 石总管 麻烦您多多照顾 多谢多谢 拜托拜托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来 大哥 我们再喝一杯 好了 我不行了 我差不多了 真的 大哥是海量 喝这么一点就不行了 分别是不给小弟面子 来 我们再来 来 最近你身边都有人 我不好意思问你 我什么 最近有什么风流运势 别跟我说这等大事 你都忘了 没有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最近我多忙 我还不晓得你 就算你命在旦夕 这种事你也不会忘的 对 这是我最近没有碰到好的吗 大哥 上回你答应我的事 你可别赖皮 什么事 是这个事 这个事 走 这个事 那个事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一定帮你搞定 来 来 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叫我怎么冒充下去 来 再来 干 来 干 我 干 干 哪 我 我 我 是 想过 没看过吗 太 太 太久了 是不是 太久了 你是谁 相公 你怎么了 你是谁 你怎么了 开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玩 我见鬼了 我见鬼了 天哪 你想干什么 你说 我们从前都在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 你说 你快说 快说 亲爱 你不要脸 四川唐门的唐三妹 果然鸣不虚准 西运来 你说了还敢跟我弄手 四川唐门是最战于用毒的门派 我又不是个笨蛋 才不愿意去碰你那只毒手呢 好毒的手段 唐三妹 咱们俩又没有深仇大分 你竟然要置我于死地 你勾引我的情人就是我的死对头 你的情人 有没有搞错 相公 你说 谁才是你的情人 你 那你 神人们 那你 别问我 我不知道 沈大哥 听说你伤得很重 是不是中毒了 我帮你开开 别碰我 听说你的手有毒 沈大哥 我怎么会毒你呢 唐三妹 我看 你还是别自讨没趣了吧 沈大哥 沈大哥 你说 你到底要我还是要他 他嘛 早就已经要了我了 我 你 可是还没要你呢 对不对 你卑鄙 你无耻 那你说说看 他的小腹上有几道伤疤呀 住手 你 好了 不要再打了再打出人命了 你们两个我都不要好不好 我怎么这么倒霉 又被女人打 沈玉门 我在地灵城内的宝光客栈 我等你三天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 姑娘 骚蹄子 小男人想疯了 相公 别闹了好不好 我受不了了 别闹了 小男人 小男人 小女人 小男人 小男人 不不不不 小男人 可良 小男人 但我未有两个功能 都放在石宗馆 怎么不先到我房里去坐 表姐 我以为你已经睡了 所以不好意思打扰你 咱们俩好长一段时间没谈心了 走 咱们不理她 让她也尝尝独守空归的滋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爷 大爷 你要上哪去 石总管 你再更好 我有话跟你说 四个字 我不干了 这可由不得你 别再吓唬我 如果我能力所及 我一定愿意帮你的忙 可是我实在办不到 你碰到什么麻烦了 我问你 沈玉门到底有几个情人 这个据我所知 就只有刚才在你房里闹的那两位 刚才你看到了 为什么不进来替我结尾 情人之间只有好事 我干嘛去煞风景 再说 这可是天外飞来的艳服 别人求我都求不到 艳服 你们差点要穿丧服了 江湖没命了 你知不知道 那个唐三妹是稍微激烈了一点 不过你只要好好安抚一下 就不会有问题的 那个秦玉兰呢 她可是夫人的表妹 也是江湖上有名的子凤琪的大当家 什么 她也是老大 江湖上有名的大姐头 没几个人敢惹的 那我不是死了吗 你还说我没问题 你还说我没问题 玉兰大姐柔情似水 你会有什么问题 再说人家沈大爷过去这么左拥右抱的也好几年了都没出问题 你怕什么 几年 难怪她老婆这样对她 回去回去 好好享受 不过 要小心你的屁股 屁股 那以后就不是一样的 表姐 喝茶吧 表姐夫 表姐夫 走嘛 来 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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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姐夫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见了表姐 你就躲呢 没有 没有要躲 还说没有 你干什么 没什么 表姐夫 昨天晚上 本来我不知道 后来才听表姐说 你好像失去记忆了 有一点 有一点 怪不得嘛 我说昨天晚上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怎么了 屁股上有伤是不是 没事 没事 还没痊愈吗 表姐夫 武功高强 内力深厚 受一点小伤 算不了什么的 对不对 可我就觉得 她这次回来 有点怪怪的 怎么会呢 娘子 有你这么好的夫人 我怎么会怪怪的呢 怎么怪就我们一趟来 莫名其妙 我表姐当然是好夫人了 对不对 依我看表姐夫没有别的毛病 就是精力太旺 表姐夫 我说的对不对 你说什么都对 就是别再捏我屁股了 好不好 表姐夫一向是很严肃的 怎么忽然开起玩笑了 真好玩 饭桶 全是一群饭桶 沈玉门被我砍成重伤 是不可能活命的 竟然被那梅大先生给异好了 这还不打紧 虽然他的伤势已经复原 但是也不过是废人一个 我派你们去拦截他 竟然还会被他渡过长江 逃回金陵 你们说我养你们这群饭桶 有什么用啊 骑兵总老主 没人看见沈玉门渡过长江啊 说不定他早死在江北了 对对对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 费个屁啊 这是我派在沈玉门那边卧底的人 刚刚传来的飞鸽传书 上面写着 沈玉门已于昨日安然抵达金陵 除了脑筋有点不清楚之外 其余的伤势都已全越 齐请陈总楼主早做打算 陈总楼主早就在沈玉门身边安插了卧底的金鞋 总楼主真是厉害啊 嗯 总楼主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前去卧底的人是谁啊 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 即刻传令下去 清一楼所有的弟兄们 即刻进发精灵 趁着沈玉门未复原 带着沈玉门 迟到他的老巢 屁股就起来了 扫你二门下手也不会轻一点 大爷 您的信 我的信 又谁会给我写信 拆开来看看就知道了吗 水仙姐姐 水仙丫头 我认不得起个字 你念给我听吧 嗯 沈玉门 你这个口秘附件的薄情郎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 我在宝光客栈等了你半天了 你都还不来 你不来没关系 我就闹到你家去 我就闹到叫你一辈子寝食难安 这是因为的说明是 不用讲了 我知道是谁 你一辈子寝这件事 你都还不来 我妈 爱是夫 兼也是天 问世丹 几多有情人 孤单只影过一生 月我分 愿是谁终缘 情味道 始终深不透 爱恨 愿是早注定 没法解释 事与万事债 梦花空 纵难遇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